叫做歐普拉 美國的這個脫口秀女王這樣子 很會主持節目的很有名的 大家有看過他的節目嗎 他長的什麼樣子 胖胖的 但是呢他 他剛出道的時候呢 他不是在主持節目 他是在做新聞主播 他那時候非常的瘦 但是外國人的瘦都很不一樣 他那時候剛出道的時候 大概60公斤這樣子 已經算很瘦了 因為他們都比較高大 比較壯 60公斤的 可是呢 當開始主持節目的時候 他慢慢越來越胖越來胖 胖到70幾公斤 他覺得這樣不行了 然後呢他就去看醫生 然後依照醫生的方法幫他減重 果然 一下子一兩個月就馬上就送回60公斤了 對啊 可是呢 時間一久又負胖 而且呢 最怕胖得到100多公斤 然後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有名了 他已經是賺很多錢 然後非常有名的主持人了 所以他運用各種他的資源 包括有那個營養師啊 自願免費幫他做他的顧問 幫他理訂菜單 然後呢 有雜誌幫他追蹤他的體重 然後呢 所有的觀眾呢 都幫他當他的這個把關 說欸 他每天公布他的體重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那個意志力的 意志力的那個研究啊 有研究就是說 你要發揮自我控制能力 最重要就是監督的力量 他有自我監督跟他人監督 他的志願很豐富 他除了自我監督之外 有全國的觀眾在幫他監督啊 然後看他好像執行計畫 果然 費盡千辛萬苦 他又怎麼樣 又瘦回來 從100多公斤瘦來 瘦到多少 瘦到70公斤 還是比他原本的60公斤還要胖 對啊 可是已經沒辦法了 然後他說 你達成任務啊 很高興啊 然後過了幾年呢 又變成100公斤 而且又更胖 然後他就 他就沒辦法了 然後他們自己的那個媒體啊 還拿他這個來賺錢 這樣子 還把他封面了 放一張他很瘦的照片 因為他很瘦 然後他自己在上面發表文章 他說 我真的是無言見張公司 這麼多人來幫我 然後這麼多人 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變胖了 對啊 這個叫做什麼 歐普拉困境 所謂歐普拉困境就是說 我們通常覺得一個人為什麼會胖 我們會覺得他意志力不足 自我管理能力不佳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能夠少吃多動 你應該是能夠減肥的嘛 可是歐普拉的自治能力好不好呢 自我控制能力 他非常自律的 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其實很好的 要不然他人生不會這麼成功 他不會賺這麼多錢 他不會變成這麼厲害的主持人 他已經在他工作上面 有非常多的自律 自我控制 自我管理 可是為什麼沒辦法減肥呢 這就是叫做歐普拉困境 因為減肥這件事情 不只是意志力 不只是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問題 對啊 然後歐普拉呢 就被拿來跟一個人做比較 這個人叫做誰呢 這個人叫做亨利巴士 他是這個 英格蘭的 這個以前的一個都督王 王朝的這個國王 噴地棒式 這樣子 他的特徵是什麼呢 他的特徵就是很胖 可是那個年代的人都很瘦 因為大家都沒錢嘛 人民都很窮嘛 只有國王非常胖 他的胖是什麼呢 他的胖是運用他的國王屋上的權力 然後非常豐富的資源這樣子 可以吃進山珍海 他平常都不用動 就有很多人幫他做事情 他才變得那麼胖 所以他胖是帶來那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那現代人呢 剛好相反 現代人是瘦 苗條 才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為什麼 因為可能要瘦 他要動用他所有的資源 他用非常多的能力 專家 花很多錢 他幫他保持這麼苗條 那個喔 射精地位越低的通常越胖 因為你想想看嘛 如果 我看過 因為我以前專門在服務 這個射精力比較低的朋友嘛 他們喔 雖然經濟有問題 可是喔 都不會瘦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吃便宜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就不健康 便宜的東西就高油 高糖 然後呢 就容易變胖 加工食品 對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人會胖 最主要是一個是 這個社會的因素 有本書叫世界是肥的 為什麼人會這麼肥 因為在印度喔 一罐可口可樂 比一罐礦泉水還要便宜 還要便宜耶 啊我今天很窮 我花不起錢 啊我口渴 你會喝水還是喝可樂 喝可樂嘛 所以你就變胖 啊或者是你不是因為沒錢的關係 你是因為經濟的那個考量誘因嘛 我們都想要買便宜的東西嘛 啊便宜的東西怎麼樣 揪龍一旁 所以那個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啊 而不是只有你個人的問題而已 這是那種亨利巴士與歐普拉的那種對應 那種效應啊 現在的人要受訪的是比較難的 那為什麼